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在這支video當中 跟大家又再次的見面 那今天呢我跟身旁的李友田博士 我們今天在光復藍路這邊的一家 非常非常優雅 情調非常好的一間咖啡店 然後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關於更多可能 網路行銷然後實體業務行銷 甚至是創業以及各種 電子商務 e-commerce相關的一些內容 今天博士你覺得 我們在這邊喝這個 非常非常舒服的 美式咖啡 每次跟李偉在一起 一方面 談談事情 有時候喝咖啡 又是一種不同的特局 沒錯 喝咖啡 標示費 對了 我可以說一句話 如果有機會 我們是不是也得歡迎 我們 前面的朋友 有機會跟我們聯絡一下 也歡迎你一起來 跟我們參與喝咖啡 沒錯沒錯 上次其實也有提到說 我們之後 可能錄影片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找一些好朋友 或是一些企業家 或是一些 對行銷 對創業 很有興趣的一群人 來現場 大家跟我還活著 在這邊 一起聊天 然後一起分享 那很熱鬧 會有更多的話 沒錯 所以我又想法 還不是光在節目裡面說 如果可以告訴我 我們下次在哪邊錄影的時候 先預告 先預告 在我FV上面 預告 或在你的官網上面 預告是不是 可以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OK吧 對對對 但是會不會人來太多 我到時候沒有辦法 我還是請你先跟我們 先跟我們報名一下 一次來三十個 沒辦法錄了 我跟你講 就變成跟大家聊天 還是這樣 如果你知道你有照點啊 預約一下 好不好 沒錯 還有留下電話 最好是留下電話 我馬上就可以通你 Line當然也OK了 好不好 對 就是 你剛剛講 然後這邊我一個感覺 是 我沒跟你說過 這以前 這個地方 不是賣咖啡的 以前是賣咖啡的 你看看它滿新的裝潢 是滿新的裝潢 很新 而且 非常的年輕化 是 而且我剛剛聽說 點這咖啡的價錢 也很公道對不對 也很平價 對 所以我也幫他打個廣告 你剛剛喝咖啡 好咖啡 而且價錢非常的親民 對不對 我剛剛講了一半 來到這 我有熟悉的感覺 是 因為以前這個點非常好 以前是賣 年輕的 年輕人的衣服 衣服 滿大的地方 因為這店面挺大的 大家從門口這樣進來 就繞了一個圈 以前我進來光過這個店 不是 那個 片面還滿大的 滿大 還滿的寬敞 所以這個咖啡廳 就是重新開咖啡廳之後 也是很寬敞 所以說 說到這也是創業對不對 沒錯 不過創業 真的不簡單 不容易 所以我剛剛想的時候 很多的店不斷不斷在開 還表示很多的意思不斷創業 是 但怎麼樣創業會OK呢 創業應該有些基本條件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調料 讓我們知道一下 如果要創業的時候 盡可能減少你的風險 比到你的成功率嗎 沒錯 對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我跟博士 整個大家去探討的一種 就是說 其實現在這種電子商的時代 很多人都想要創業 甚至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這種老年的族群 他也想利用 Internet 利用網路 或在實體 他想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開咖啡店 或者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做一些微型創業 是 真的是協制APP 怎樣的 那種新創產 越來越多 是 我覺得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來 這邊 討論一下 創業 或網路創業 實體創業 你該如何 才能增加成功率 而且你的整個流程 應該是怎樣 然後 然後該如何去創業 找到 你自己的know how 然後 做一個好的一個化學 甚至是 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幫你去在 網路在實體 去獲利 然後找到那些客戶 甚至是去建立 持續性永久的人 這個其實很重要 不很重要 現在太多人人人在創業了 沒錯 為什麼太多人創業 怎麼不知道 第一就是台灣可能 目前的環境 大環境可能不是那麼好 你看大學新鮮畢 起薪22K 好慘 你要在台北生活22K 你可能 一個月租房子 就已經去掉一大半 對 你還要吃飯 然後你還要交通化 怎麼可能存到錢 可能每個月都還是 還要借錢 還要跟家長伸手拿錢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創業就變得 就是感覺了 好像不得不創業 這個風潮 沒錯 為了活下去的風潮 沒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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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環境讓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方便性 以前什麼創業都是一人創業 只能創業為劍 一人創業有時候還需要懂財務 還要懂物流 還要搞十八萬五億 對對對 現在可能不要十八萬 現在要三萬就好 甚至一萬就好 你沒有厲害 我才要三萬 你只需要懂你需要知道 或者是你的那一個 business 核心的東西 例如說我今天要賣東西 那我只要懂得選擇對一個商品 然後找到對的客戶 或者需要這一點 做好這兩件事情 然後其他都外包出去 或者是通過付費廣告 打廣告 而且可以現在付費廣告 其實大家如果有聽過 或是以前付費的意思 像Basebook 你可以鎖定很精準 那很準喔 對啊 你可以鎖定地區 你可以鎖定性格 你可以鎖定點工程 以前不太可能 你可能要去路邊發傳單 然後要去買一個那種 一個月租金幾十萬 或者好幾萬 七八萬塊的那種 那種看護棒 放在那邊踢放 但是真正會不會進一步變進來 所以環境變得 跟一些人的卡通的變 環境在變 工具也在變 偶人的思維 其實也一直在變 對 能不能買東西的思維 吃東西的思維才變 像我問一下 曾祖宗沒有開過的問題 只是你是年輕人吧 像年輕人 他們拼命的方法 跟我們有點不一樣 現在真的 剛剛林北說的非常好 有時候真的 林北說的非常好 林北說的 有個小朋友 都叫花錢 在家裡面 現在很多網路創業 都是在家裡面 然後每天可能 就在你自己房間 一台電腦 就可以創業 錄錄影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 寫寫電子書 或者是帶來一些 國內外的一些 好的一些 產品 甚至是提供人家 幫人家做行銷 幫人家打廣告 這些服務 就可以賺錢了 有人就願意付錢給你 現在的整路改變 我剛剛就說 像你們年輕人 年輕人 因為我講這東西 沒有什麼惡意 就是 你現在年輕人 穿了一件影線 比較起來都很大不同 很大 我們今天在外面 在海洋底下 在寒風當中 在暴雨等 都很多 要去做生意 像做生意的方法 除了原來的方法以外 我們又拿了一個方法 其實不需要 在外面給太陽曬的黑黑的 也不需要在外面 給寒風吹的感冒 甚至我剛剛說 現在你們 在辦公室以外 隨便找人家都可以工作 做一個方法 當然是家裡面 對 所以有時候 必須要去吃午飯 對不對 像我去吃午飯 要靠掉一個小時以上 我還要吃啊 不吃沒關係 所以我說 我出去吃午飯 要靠掉一個多小時 對不對 現在他們是 我一開始跟他們一樣了 我也不一定要出去吃午餐了 我只要是吧 我不是打電話 交 電話叫外送 不是叫外送 我連叫都不用叫 我只要打開電腦 手機 那特別是手機 你就可以 NAT APB就可以叫外送 所以現在很方便了 所以現在的 創業電腦很大不動 我覺得時間變多了 沒錯 我們花在客戶身上 或者在金針上面的時間 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剛剛說 現在連餐飲好嗎 連外送 我都不需要打電話 沒錯 我只要什麼 打開手機 用電腦就可以了 而且 以前打電話的 你還要花錢 因為它有080裡面付費電話 現在你用手機APP 根本都是用網路 根本都不用錢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是 我不要再出去 沒錯 我覺得多了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可以做很多 你看一天多一個小時 一個年來就多七個小時 我不要說多幾個小時 一天就多三十個小時 我一天工作七個八個小時 我現在多省下一個小時 就多了12.5%的生產力 沒錯 所以說創業有沒有不錯的好處 可以工具改變 環境改變 所以我們在金針上面 所花的時間 有相對的 緊張很多 我也講了 創業成功率靠寡 其實 不管是以前的事情創業 或是現在的英肯雷網路 就是 成功率都不高 甚至應該說成功率 都在percent一下 你很清楚 95%的人 絕對都會失敗 可是為什麼 你們都一天早 要鼓勵人家創業 這裡安什麼心呢 其實 講真的 有時候啊 很多事情是要 走出去 你要脫離自己的褲子 不然 你一直在那邊想說 啊 失敗得那麼高 我創業會成功嗎 你永遠沒有走出去 永遠沒有行動 你絕對就是 那 95% 一定是失敗 你想做 可是你連做都沒有做 那你一樣是可以95% 可是你做了 還有5%的機會會成功 所以 思維非常重要 沒錯 你可以95%想會失敗 但是你可以想不怕會失敗 不要看到失敗的能力 因為其實很多人認為啊 我常常在校園 或是在外面講一些演講 或一些conference當中 去跟大家分享 我的創業的經歷 或在做電子商務的一些 相關的經驗 我做網路經驗的一些經驗 其實我常常都在說 你真正你要成功 你唯一要想的就是 如何成功 如何去修正你現在的整個計畫 如何去讓目前的獲利變得更多 如何找到你的真正的目標 你不要一直想說 我做這個會不會失敗 我走這邊會不會 你會賣不好 很多人都負面思考 我認為這個是 之所以他會失敗最大原因 因為他一直想到風景 一直想到失敗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後果 他沒有想到他成功了 所以他會走偏 因為他一直會害怕 然後不敢做抉擇 然後不敢去做 不敢去做 講真的 其實你現在年輕人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你創業你用小資本 可能三萬塊五萬塊 甚至是 你用一個加一個網站 然後買一個網域 買一個網路空間 一年可能也才花幾千塊 甚至一萬塊的錢 你就創業 你失敗 會有什麼 很大的後果嗎 你一萬塊 你買一支iPhone手機 都兩萬五了 對不對 你說你現在用一萬塊去創業 像我上個禮拜去一些 去一間大學去研究 我就說 哇現在其實創業 你買一個網域 一年才八百塊 你買一個虛擬主機 一年可能才三四千塊 然後 你可能再買一些網路行銷的工具 像是電子貨品牙工具 那些 一年可能也才三四千塊 等於你這幾個工具 全部買起來 你一年 一萬塊一年就大死了 還又漲 還又漲 你一萬塊 來講你除了十二個月 你一個月花不到一千塊 一個月花八九百塊 就創業了 可是你卻不行動 你卻不去找方法 你卻不去想說 我要怎麼開始 你只想說 這個不可能 這個不適合我 我覺得那都是藉口 那都是 不是應該正確的一個想法 因為 你現在 無論你做實際行業的 或者是未來 你去社會上工作 或者是在任何公司上班 其實你都要怎麼樣 老闆可能都會叫我們說 欸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商品 放去網路上 放去Yahoo 放去錄金 放去樂天 放去PC Home 放去那個阿里巴巴 老保天嗎 去銷售 那一定會嗎 對不對 甚至你提供服務 現在已經需要商量這些東西 你不再去賣 可是你卻沒有這些意識說 欸我可不可以先去學這些東西 或者是 欸我學了這些東西之後 除了可以在上班公司裡面 去當成你的一個技能 你也可以變成你自己創業的一個很好的 一個豐盛的一個最佳的技能 甚至是可以幫助你事業更成功 幫助你成立一間公司 幫助你去獲得持續的收入 不需要去公司上班 可以直接File掉老闆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 你在創業當中 你應該去思考的一些正確的思維 一些正確的思維 創業其實給自己 脫離混淨等股海的 最簡單一條的東西 好像林偉剛剛已經分析了 滿清楚 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錢嘛 最基本的 像以前創業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哇以前喔 傳單 但現在就用千萬來算 如果你們長中我的話 最近要投資一千兩百億 那種驚人 或者是郭台銘 那種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跟我們任何人 年輕的時候 你只要有個念頭想 脫離線的分跡 讓自己能夠學到更多的技能 甚至 好不好賺到第一筒 對不對 沒錯 因為這還有百分之五的成功 沒錯 所以 結論的意義 我現在說的就是 當你確定了 明白你創業是一條可行 之後接下來就是說 不要想太多 對 不要想太多 你要去行動 你要去想那95%會失敗 你應該把你的焦點擺在哪 我會95%會成功 然後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 第二方法 當然想說你要成功 是想想 沒有用 對 有時候熱情 也只能燃燒一陣子 夢想可以用熱情燃燒 但是它只有一陣子 所以第二件事情是說 當你決定要做了 很簡單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負面的想法 我應該怎麼樣 開始 第一步 多謝 多謝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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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